結束一小時 市場掃街的柯知恩 隔天一早在臉書公佈自己確診 投下震撼蛋 不只近距離 接觸民眾跟攤販 甚至才剛參加完 王金平邀請的早餐會 和懶疑地方人士吃飯兩小時 王金平坐他右邊 立委委定坐左邊 過程中密切交談 同桌其他人紛紛報平安 不過擬定的選戰行程 全部被打亂 王金平早餐會上本來排定柯知恩 週五要來到左營國貿社區 掃街以及拜會地方人士 現在因為他確診 行程全部順延 一定要候選人到場的 我們延後 候選人不必到場的 我們還是會照樣辦 黨部主委表示 週五要到左南區 週六是美農區小組長訓練 週六到齊山地區 掃街跟拜會地方人士 除了小組長訓練 可由主委代表 其他需要由柯知恩親自拜訪的行程 全都得延後 而十號也去早餐會的 高雄市議長曾麗彥 隔天也出席媽祖港橋改建工程 以及警察局長交接儀式 都和市長陳其邁同框 柯知恩早餐會後確診王金平協助擬定 剛出爐的宣戰計畫 也只能先喊咖 等他康復後再進行 三宣諸位大股復仙 高雄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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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